今天婦聯會做出重大的決議 原本婦聯會的主任委員雷茜 已經跟內政部簽了一個叫做 行政契約的備忘錄 不是真正的契約 但是希望可以這樣子簽 簽什麼呢 就是婦聯會 原本三四百億的這些現有資產 要捐出來九成以上 作為所謂的公益使用 剩下來這一點點錢 就作為所謂的資遣員工 然後剩下要去成立相關的這些基金會 而婦聯會在短時間就要解散 可是今天婦聯會召開會員大會 做出正式的決議 這還是經過投票 投票結果就是說 不承認跟內政部簽的那份行政契約 絕對不簽 推翻了之前跟內政部的 這個所謂的備忘錄的這樣子一個默契 而不簽的結果是什麼呢 今天黨產會馬上就跑到婦聯會去查帳 然後呢在明天黨產會要召開臨時委員會 來去認定到底婦聯會是不是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如果是的話 那麼所有的資產就要立即凍結 之後呢就要全數充公 這婦聯會呢 擺明了就是要跟內政部以及黨產會全面作戰 因為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司法跟行政訴訟的開始 這件事情對所謂的不當黨產的認定以及對不當黨產之後的處分 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對婦聯會非常熟悉的資深媒體人鄭培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再來歡迎是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 廖福特廖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各位包括國民黨以及民進黨代表也都會來到現場跟我們一起討論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決定不跟內政部去簽 今天這個叫做行政契約的備忘錄 言下之意就是婦聯會要跟民進黨政府全面開戰 我們來看看 什麼人要來主導婦聯會現在已經變成這一輪的主要原因 所以不是團結問題 裝睡的人笑不醒叫不醒 難掩失望神情 婦聯會三十一號臨時會員大會上投票表決是否與內政部與黨產會簽訂行政契約 儘管組合派的現任主委雷倩不斷喊話尋求支持 但最後還是不敵反對勢力以三十一票反對二十八票贊成 沒有取得三分之二會員代表同意的結果宣告簽署破局 下一輪的攻擊我預期是會非常的強烈 那這個攻擊不是來自於我們內部的昔日同志乃是來自於民進黨政府 希望我們的備案能夠保護婦聯會的同仁也能夠保護婦聯會的聲譽 雷倩表示接下來面對公權力的壓迫會盡力保護婦聯會的同仁守城到最後一刻 而一直強力反對的前主委孤嚴卓雲在確定破局之後 表示完成歷史性的任務就此辭去婦聯會的常委和委員職務 同位鷹派的潘維剛也表示接下來就要走法律途徑 政府最重要就是依法行政為審先判甚至證據不足先做處分大家再來訴訟 如果這是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相信我們人民會站在正義的一方 會議結果出來後黨產會立刻派人前往婦聯會查閱資料 內政部也發出新聞稿 內政部長葉俊榮對這個結果表示強烈遺憾 並將配合黨產會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也不會主動撤免主委雷倩的職位 婦聯會一旦被認定為國民黨的婦隨組織 資產將凍結不當取得部分也會收歸國有 記者韓英雷 秦王德新臺北報導 我們來歡迎第三位特別來賓是國民黨文傳會的副主委 鄭時尾 師尾 兄你好 來 大家好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佩芬姐 我們來看看我們就不再談婦聯會的歷史了 之前我們談過 待會我們也會再看一下那個珍貴的台影的畫面 不過我們先直接切入重點 在上個月底的時候呢 婦聯會由雷倩主委作為代表跟內政部 簽了一個叫行政契約協商的備忘錄 其實就已經簽了這個備忘錄了 所以接下來其實今天理論上只是confirm確認 但是沒料到整個翻盤 我們來看看上個月底 婦聯會跟內政部到底簽什麼 說婦聯會呢 本來他的資產大概是三百八十幾億 將近四百億 九成以上三百四十三億全部捐出來 不是什麼捐給振興醫院啊 不是什麼就全部就捐出來了 捐出來幹嘛呢 政府來做公益事項的基金 由政府來決定要做什麼 第一個要捐三百四十三億 第二個呢 在簽約之後呢 四個月婦聯會自己解散 否則呢 全部轉移為國有 再來婦聯會現有四個基金會當中呢 其中婦聯社福基金呢 要更名為婦女聯合會公益基金會 那婦聯會還要再捐出這個所謂的三百四十五億之後 剩下四十億呢 比如說 該給人家資遣費的啦 該做一些人工人事處理的部分 就處理完之後 要再捐六千萬 給這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剩下的錢呢 就給這個婦女聯合會公益基金會 然後四個基金會呢 要去修改章程 三分之一的董事 要由墓地事業主管機關來指派 就是政府可以派三分之一的董事進去啦 那內政部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在簽了這個行政契約之後呢 不會再去 不能說找婦聯會的麻煩 不會再去追究你到底是不是付水組織 就就此為止 也肯定婦聯會長期辦社會公益的這個貢獻 為什麼今天翻盤 其實當初簽這個約的時候 整個過程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顧顏卓雲的那個看法跟雷倩 可能到時候後來有點衝突 其實雷倩跟潘維剛都是顧顏卓雲提名的 他們本來只是委員 你知道婦聯會的組織跟國 跟國民黨的組織很像 就是說那一個婦聯會的主委 下面有常委 是 在下面就是委員 那委員就比較成績比較低 那潘維剛跟雷倩都是委員 都是孤顏女士提名的 不是都是委員 然後是由孤顏提名為常委 對然後孤顏卓雲在十月底下旬 就是我我常常說他是病急亂投一 就是說到十月下旬知道要這個處理的時候 就提名潘維剛跟雷倩來提升來做常委 還有葉君鳳就提起來做副主委 是 那最後呢 這兩這兩個人的那個看法不一樣 但是很多的常委 原來有十一席常委 加上這兩席的話就有十三席 如果葉君鳳算的話就十四席 加上姑媽就十五席 好 但是雷倩當初選的時候 只剩下六個人 常委 有的常委就發現天下實在很亂 就算了就退出去了 是 像那個田玲玲他們通通退出 就不做了 不做所以剩下投出來是六比零 那我就問潘維剛說那你那一票 他說他是棄權票 所以就六比零 雷倩就當選主委 好那今天就是說雷倩當選主委 是由這六位常委提的 而這六位常委呢 就是潘維剛今天說的 當你這個大會已經通過以後 那這常委實在是非常老舊 那今天有一個陪他出來 一個滿頭銀法的那個常委 他是陳陳的弟媳婦 是 陳免修的太太 那很多人笑說 都是滿清當年入關時候 清朝的時候 清朝入關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既然這樣子大會也通過了 你常委就全部應該改選 年輕化 那如果常委改選的話 那主委是不是也要改選 這不是由內政部說我要不要 撤換他 就是說你這個組織 是不是由你 內政部來認為說 你做主委 我不撤換你 但是他組織裡面有委員 有會員大會 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說今天 那象徵著 那個複聯會 不一定要用鷹派 這麼這麼這樣尖銳的字眼 複聯會的主戰派 全面抬頭 而所謂的組合派 全部都沒有聲音 你知道其實我認為 其實裡面沒有所謂主戰 組合 只是有一派 就是老一派的就是 你知道像公司的話 有董事長 有總經理 那董事長就是這些常委們 高高在上的 那總經理就是 真的是實際上運作的 所以你看 對這些員工們來說 他要的是生存 要的是薪水 要的是工作 他不他不在乎理念那些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 悄悄打打說 我支持雷震 支持永續經營 那些都是員工 他這個會裡面本身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說 病急亂投醫 就是說本身 這個賦年會裡面 連包括律師也有組合派跟主戰派 是 我覺得這個叫很好笑 因為如果你是這個公司 或者這個組織委任的律師 你當然的目標就是說 我要為這個 為這個團體 跟內政部來協商來溝通 而不是說你自己主張 自己兩邊就鬥開 所以你說 雷倩也說 他說其實沒有沒有內鬥 只是路線不同 沒有鷹派割派 對 只是大家想法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但是現在總之呢 就是全面主戰了 雖然說 投票結果呢 還是就是相差並不是很大 對 所以主戰跟組合呢 還是都有一定的支持力道 對 可是結果就是說 全面開戰 那全面開戰的結果 我其實說換個角度 我們如果站在 複聯會的角度來想事情 可能比較單純 現在呢 不管是促轉條例 或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刪讀通過之後 政府呢給複聯會的選擇 只有兩個 要嘛呢 也許叫斷尾求生 忍辱負重 但是我還可以延續一定的命脈下來 要嘛呢 我就是打死不退 凝死不屈 跟你鬥個魚死網破 那現在很顯然複聯會是採取後面那個姿態 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複聯會表決結果是什麼呢 複聯會會員代表大會 所有的組織都是一樣 會員代表大會或是黨代表大會 或是黨的那個代表那個大會呢 都是最高權力機構 只是授權給委員會啊 常務委員啊 來去做一些事情 最後還是要所謂會員大會來確認 所以今天呢 就否決掉雷茜 作為主委跟內政部簽的那個行政備忘錄 不計平投票 結果是什麼呢 三十一票呢 不支持雷茜 二十八票支持雷茜 比較差也差三票而已 拒簽行政協議 待會兒我們會那個談一談 顧炎卓雲女士呢 那一份聲明啦 所以這個叫做不公不義 不清不白的行政契約 那所以呢不能簽 不能簽了說以後呢 要自律自主轉型 內政部本人說呢 說未來就會依照人民團體法 跟政黨法相關來處理 也會持續輔導 復聯會來轉型 而且會尊重配合黨產會後續的事宜 不會主動側免雷茜 有人說你內政部這樣軟到 其實某種程度說沒有喔 重點硬的是要讓黨產會來做 黨產會怎麼做呢 黨產會在今天知道說 復聯會翻盤之後 馬上開了一個聲明 說呢第一個 明天上午就要開臨時會 目的是什麼 來認定你復聯會 是不是附水組織 如果不是的話 就都沒事 其實如果會認定不是的話 也不需要開這個臨時委員會 結果百分之九十九呢 應該是認定你是附水組織 如果你是附水組織呢 所有的錢立即凍結 然後呢禁止處分 然後全數充公 今天下午就去查帳了 然後是不是你復聯會說的 你只有三百八十多億 嘿我還不一定要信呢 我先請教一下廖老師 這個會是對於所謂的 不當黨產處理的一個重大挫敗 我倒不覺得就是 這個所謂的重大的挫敗 我覺得應該回到原質 本質上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處理不當黨產 這應該是轉型正義的整個一部分才對 對我來說 我認為那個不當的黨產財產 那個反而是次要的目標 重要的是一些事實上的發現 認定他不當才是我們的目的 就不當為什麼 錢怎麼處理其實是其次的 那是第二個目標 那是第二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我應該先問 復聯會從一九五零年成立之後 他是如何成立的 如何取得資金 這才是我們要重要 也就是說在那時那個年代裡面 其實國民黨跟政府 是整個結合在一起的嘛 對不對 那因此他是很特別的 各種管道去動用 他對於去濫用國家的資源嘛 他可能透過復聯會 因為蔣送美林的原因 透過救國團是因為 那個蔣經國的原因 各種不同的系統 然後政黨又開始變成那個 可能去轉移國家的財產 轉移成政黨的財產 這等等的 所以對復聯會來說的話 我認為反而最該釐清的是 源頭 也就是說當時源頭 在復聯會怎麼去成立的 怎麼去取得各種的資產 等等各種的原因 因此你看看到一個國家機器 如何被濫用 由政黨來操控整個國家機器 然後去運籌國用 把國家的資產 變成為私人團體的資產 所以這才是最重要的 台灣轉型正義的角度 反而你會認為說今天是一個好的發展 如果說今天 復聯會會員大會 反而說我們就簽了 這反而是所謂的 內政部跟復聯會用戳的方式 我直接說好了啦 我直接說好了啦 你拿到三百多億啦 那做為什麼 看起來你要什麼 只是為了錢嗎 你要什麼 國家是為了這個三百多億 而去做轉型正義嗎 還是要為了釐清更多的歷史的事實 所以讓 就算釐清事實 他可能需要非常艱困的困難的過程 可是就算到後來 你沒辦法得到那麼些財產的話 讓復聯會去打行政訴訟 最後得到一個最後的結果 才是民主的開大門走大路 事情公佈出來嘛 對不對 我相信他有非常高度的困難 因為他畢竟是一九五零年以後的事情了 你要取得那麼多的歷史的檔案 以及要做直接的證明 他一定會有高度的困難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但是 這不就是我們所要的轉型正義嗎 這才是說本質嘛 那這個譬如說我講個例子 過去我們有空氣污染的事情 各種環保的事情 我們到底要什麼 你是要去除那個污染源呢 還是說 那我把那個中公司說 你給我一些回饋金 那我這回饋金 那我會有某些收入 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可是污染源卻不 我們去把它降低 或甚至去除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OK 所以你認為 反而黨產會或內政部 從今天開始 才是走向正圖 我覺得講白話 這個才是真的 應該要做轉型正義的重點 這才是重點 那那個行政契約 所以我也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只有對付聯會呢 那其他的呢 救國團呢 還不簽嗎 搞不好救國團 所以說你想要創造出 某一個特殊的和解方案 所以是黨產會想要便宜行事 不想打官司 不想去走認定這個程序 也就是說我贏得 他所假設的 不管是九成的財產 或什麼等等的 他的假設可能會轉換成 我贏得百分之九十嗎 是 或許有百分之十 並沒有贏得 可是基本上 他是贏的 但是問題是 你贏得是資產 我們沒有贏得正義啊 是為什麼我請教 短型的正義 那個正義到底在哪裡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那這樣也不能讓你去講說 到底付聯會 是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因為你當然說不是嘛 那黨產會一定說是 我們直接請教 那你支持付聯會 去用全面開戰法律訴訟 來釐清自己的身份定位嗎 我還是要聲明喔 複聯會 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國民黨更不是 複聯會的賦水組織 我相信過去 威權體制時代 有他的一貫的一個脈絡來 是 剛剛廖老師講得很好 如果你認為講說 要轉型正義 你覺得過去的一個 繞軍捐 甚至於什麼不樂之捐 他是不公不義的話 那你今天黨產處理委員會 你成立的一個目的 那你必須要去還原事實 還原事實的一個真相 你才能夠對所有的人民老百姓 來做一個交代 不然我說實在 過去 中華民國台灣在艱苦的時候 你民進黨在哪裡 你民進黨現在全面執政 你設立施設的一個東廠 黨產處理委員會 然後人家講說 你有違憲的一個疑慮 你不敢釋憲 好啦 那你現在對付於這一個複聯會 你講說你用簽行政契約 那投降輸一半 其他過去 你一直高舉的一個 不公不義的大集 講說他是不樂之捐 然後什麼 不公不義的 是不是那個真相 就不要了 那無外乎是讓外界看到 講說你就是要錢嘛 那你現在講說 好啦他簽了行政契約 四個月之後 解散了之後 好啦 你四個基金會 然後你講說三分之一 由政府派駐 另外三分之一 由你自己派任 另外三分之一 你必須要政府同意 那以後的那些剩下十分 這個十分之一 三十一的錢 那是不是由你執政黨 也是你政府管 你政府管 你要怎麼用 你就要怎麼用啊 那這樣子你對人民老百姓講說 他當時的一個不公不義 那在哪裡 那你現在講說行政契約 就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不要忘記了 我一再強調 現在是民主法治的時代 以法論法 你一切依法行政 如果他真的是違法 那你真的依法論處 結果你現在用行政契約 然後就把這個法律所有的一個 全然的一個程序 都沒有了 那剛剛廖老師舉例 如果說你要處理這個污染源 這家公司污染了 那他可能要被罰款 那是不是你又用一個行政契約講說 不然這樣啊 你判較少的 刷刷刷刷刷刷 另外一間公司 如果掏空了 那你是不是以後 也用行政契約 然後講說 你刷刷刷刷 所以某種程度 你也支持廖老師 這一種開大門 走大路的做法 我覺得對啊 你今天 今天我就講啊 你副聯會你今天簽 還是你不簽還是 不然變化 伸頭縮頭都一刀 對啊 你今天跟他走行政的一個 法律程序 今天如果說 你黨產會認為講說 他是覆水組織 他如果打官司 他不是覆水組織 那你今天你黨產會 你所有 甚至於你這個內政部 你所做的 全部都是白談啊 那我相信今天我就講 台灣從過去威權體制時代走過來 現在是民主法治的時代 一切以法論法 你今天講說他是覆水組織 那我跟你講我不是 那你今天可以去界定 你不能講說 這個組織 他的一個成員是 大部分是國民黨人士 然後是講 送美林所成立的 然後你就畫上等號 這就是國民黨的黨產 你必須要舉證 你包括國民黨現在黨產被凍結 我們也在打官司啊 不是你講的算 如果我們真的是不公不義 我們願意捐給國家 大家法院檢 對大家大家歡迎 第四位特別來賓是民進黨的副秘事長 習家清 家清姐你好 是 要剪就來剪 民進黨現在的生活是 我很遺憾這件事情 用黨派的這種鬥爭的概念在講 因為從過去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同意 請問一下 複聯會可以得到不樂自捐上千億嗎 請問你告訴我 哪一個社團組織 哪一個人民團體 可以擁有這樣的特權 在威權戒嚴的時代 這些組織沒有國民黨的認可 更換國民黨自己在中央的這個 所有中常會相關的會議紀錄裡面 歷歷在目 國民黨幫忙把錢從政府轉到複聯會 從這個國民黨的中央轉到這個救國團 這些會議的紀錄到現在都還在國民黨的黨部裡面啊 這些東西總不是別人做假的吧 那國民黨曾經幫別的團體 有做過類似的事情嗎 沒有啊 我們看不到有多少在臺灣 臺灣現在有幾千幾萬個 那個所謂的人民組織團體 包括出版社 包括公益團體 包括這種我們叫這種社會福利團體 那麼多 沒有獨獨幫幾個特定的 而且他們還在全世界 大大小小的國家裡面 一個一個設立分支部 這分支部的主委呢 都是當地派駐的官員 的太太 當時呢 我就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像去年 泰國 就已經把他們的這個複聯會解散掉 說要把會費退給大家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認為複聯會要解散了 然後呢 誰是這個複聯會當地的主委呢 這個峰會的主委就是 誰是當時的代表 他就去當代表的太太就去當 大使夫人 大使夫人去當 那這個大使夫人 在我們民進黨執政以後 大使夫人不願意 他說我為什麼要去當複聯會的代表 誰規定的 我為什麼是當然的主委 這不是很荒謬嗎 那這個組織是誰運作出來 可以這樣包山包海 還可以直接指派說 你駐外代表的大使 通通的夫人都是到當任 擔任這個所謂的主委 那如果複聯會不是國民黨附水組織 那難不成 複聯會是中華民國的附水組織嗎 那如果是中華民國的附水組織 那就更簡單了啊 今天就馬上全部通工啊 全部歸國家法人化啊 那就還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我不曉得國民黨現在辯護什麼 這就是我要請教你兩個問題 對複聯會來講呢 就是當時複聯會成立 以及他的運作呢 那個時候呢 確實是黨國 你要說不分也好 黨國難分也好 就是黨跟國 其實沒有切得那麼乾淨 所以複聯會就說 我哪裡是國民黨附水組織 我是在幫國家做事 你如果要認定 也是我是中華民國的附水組織嗎 這是一個爭議 第二個就是等一下 也要請教四位來賓說 如果複聯會是為國做事 那是拿不管是繞軍捐啊 或是以前我們看電影 要捐錢給複聯會啦 這種的其實都是為國家做事 那麼國家的資產 現在某種換個形式歸國家所有 又有何不當 我們來看看複聯會的小檔案 一九五零年六七十年來了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七號 蔣宋美玲女士呢 創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二聯合會 後來不太好意思講反共跟抗二 所以抗二跟反共就拿掉 變成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大部分都是官員或是降臨的夫人 那你很難說你是那個官夫人俱樂部 所以你是國民黨的組織 因為國民黨跟官夫人跟官 然後跟黨代表其實也都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真的很難這樣切 那目的是做什麼呢 要團結婦女照顧軍捐 有非常多為國犧牲的這些軍人將士們 那他們的一些眷屬呢 要來照顧 還有呢這集聖的時候呢 婦女婦 婦聯會呢二十五萬個會員 做什麼事呢 待會我們透過影片來看 蓋很多很多眷村 然後呢總計一百七十六個 五萬三千戶的眷村 做了什麼事呢 建了振興醫學復健中心 就是復健醫院 蓋了很多幼稚園 學校等等的 那錢哪裡來呢 繞軍捐 要扣軍了 大家就多少關一下 不管你叫樂捐或不樂之捐也好 總之呢名義就是為了要繞軍 所以大家錢只好掏出來 防衛捐 看電影呢也要捐 然後呢棉紗付捐 做東西做香菜那也要錢 那國民黨也給很多錢 政府也給很多錢 他資金來源其實就是廣義的公共的 所以這些我們要來認定 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還是中華民國的附水組織 還是他就是財團法人 那其中樂軍捐 光樂軍捐喔 光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九年 最少兩百四十億 那我相信其實很多是不樂之捐 老金捐 你叫你再關錢要扣軍了 強制捐 那個說是強制啊 就是你做這個外匯的時候 他就強制給你扣錢啊 就是強制 所以就是很不樂之捐 那沒有完全沒有樂 那是強制 玩毫無樂可言 那再來組織的部分 有總會有國內分會 有國外分會 那下面有華新育幼院 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華夏婦女文教基金會 華夏婦聯會自己說 我只有三百八十一億 陳其邁說 那如果再加真心醫院 華新育幼院 華新中小學 最少五百六十三億以上 還不包括其他的這些不動產 因此回到剛剛那兩個問題 先請教佳清姐 那如果他是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嗎 我們真的可以認定 他是國民黨 而不是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嗎 那更簡單啦 要嘛就是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要嘛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那在過去黨國不分的時代 國民黨就等於中華民國 所以才會產生這麼荒謬的狀況 但你黨才會一定要認定 他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你才能處理他 如果他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而是中華民國的 你毫無法律依據去處理他嘛 對 如果是中華民國呢 對不起 那就比照公法人 全部收歸國有啦 哪裡還有在討論這件事情的 就不用討論啦 他全部都是國家的資產啊 包括他的不動產 也是國家的資產之行 所衍生出來的啊 什麼是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我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個名詞 所有的 這個名詞完全不合理啊 是嘛 完全不符合法律概念啊 什麼叫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沒有這個概念嘛 他只有法律上允許所設立的官方組織 或者是 不管是國家所捐贈的財團法人 或什麼等等的 直接隸屬於國家的 哪也沒有這個名詞啦 這個亂用啦 什麼叫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法律上只有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或非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那根本就是中華民國的 對 那根本就不用討論了 是 這應該國家完全國家資產 我們就不用費那麼多的心力 那是因為國家資產 幾十年來 通通被賦聯位佔據 那當然不是嘛 沒有中華民國的賦水組織 這種概念嘛 你只有公法人 公法 財團法人等等的那個概念嘛 可是他不是嘛 他這是一個表面上私人的組織嘛 私人組織以後才可以透過政黨 因為他政黨跟國家的整個結合為一 而行錯 透過各種的可能強制的捐輸 然後把國家的資產變成稅捐制化以後 化為轉為賦聯會私人的組織 我再補充一點 這才是這整個不正當的地方啊 廖老師所講的 我完全都同意 但最大的一點 他在一九九零年 他已經向內政部正式登記為政治團體 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爭議點所在 這是為什麼內政部他會跳出來說 我先跟你談 你願不願意 就過去你所累積的這些不合理的狀況 我讓你還有一條可能走的行政的路來走 是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由內政部先去跟賦聯會談 是因為賦聯會在九零年代 他就是正式登記為政治團體 那他既然是政治團體 我們就要去問 這個國家怎麼會有一個政治團體 可以擁有這麼多的資產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追 國民黨的黨產是從哪裡來的 概念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要說賦聯會是中華民國的 我覺得一點也不為過 這麼多的政府資源 其實是透過當時的國民黨 來補助給他 這些所謂的不樂之捐 勞軍捐 防衛捐 戲劇票稅捐 等等的不一而足 通通是國家的資產 那這些國家的資產 今天這個行政院內政部 要開這條路給你走 你不願意走的狀況下 那就全部收歸國有 很簡單 那行政院內政部很簡單 他的概念上是說 我先承認你九零年代 已經成為一個正式的民間組織 然後你因為下面 你有四個基金會 所以我給你在做公益事業上 還有一定的發展機會 但是顯然的 複聯會內部的複雜度 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我不禁懷疑說 這三百多億的資產裡面 有多少是進了私人的帳戶裡面 以至於現在沒有辦法去處理 那這個會長 孤嚴女士 應該好好站出來講清楚 跟他家的中產 這個中性的資產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交叉關係存在 既然複聯會決定不簽行政契約 那就是讓黨產會 還有相關的政府組織 好好查一下他的帳目 而這也是 孤嚴卓雲女士說 我也歡迎 而且呼籲要主動來查帳 不過佩芬姐 我請教你剛剛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 剛剛廖老師 談得很清楚說 在法律上的概念 沒有什麼中華民國賦水組織 這件事情 要嘛你就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要嘛你就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因為除了這樣子的資料 不可能有一個任何人民團體 可以大喇喇公然拿了這麼多 所謂的不樂之捐 這是一個你是否認同 第二個 無論他是否為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他所有的資產是來自於廣義的公共 是來自於廣義的國家 回到國家的公有又有何不可能 其實剛剛廖老師講的是沒錯 就是說你要去追追他的根源 錢怎麼來的 我基本上同意 而不是說由這個黨產會認定 你是不是賦水組織 像他簽契約 為什麼說大家那些婦女那些會員們 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我如果簽了 你就會認為我不是賦水組織 我如果不簽你就認為我是賦水組織 我覺得這個邏輯有點奇怪 這個才沒有是非 對我覺得這個比較不通 就是說他如果是什麼 就剛剛嘉芊也講 如果你錢是國家的 那你就回到國庫 如果不是那剛剛講 你是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你不是或者是 那是個什麼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在不同在一九五零年那個時代 這個東西的存在 本來就是一個 那個時代的一種機型的產物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講說機型產物 但是那個東西存活到今天 剛剛嘉芯有講的沒錯 就是他在海外的二十六個分會 事實上就是駐外的代表的太太 就變成那個分會的主委 這個是他發展組織的一個方式 而傳統就是這樣 以前在臺灣也是 縣市長的太太就是 那後來因為民進黨成立以後 很多縣市長其實已經換人 所以他現在的各地的分會 就變成一個工作人員升起來 已經不再是官夫人俱樂部 所以像今天的那個會員大會 很多都是婦女工作者 而不是什麼官夫人 已經不再是那些 但是你說現在要去追源頭 我我我再講一點好了 就剛剛嘉芊講國家的 我覺得這一點可以肯定是國家的 因為那個時候 婦聯會成立的這這麼多年來 蔣方娘也只不過做到委員 就是會員 委員 但是到了後來徐來錦啊 什麼方志儀他們通通都不是 那他們也當然很希望進入婦聯會 但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曾經陪姑媽媽去見過蔣宋美麟 因為他認為說這個不是蔣家的 這是國家的 所以剛剛嘉芊那個就是說 好那現在就變成說國產還是黨產 如果是國產被認定 好那該還給國家的就還給國家 那如果是黨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事實上剛剛那個 世維講的沒錯 婦聯會其實不能算是 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可能經過執政黨 那個時候反正只有一個黨 黨就是國國就是黨 黨國不分的時代 他可能透過黨的關係 可能有一些什麼捐捐款捐助之類 但是你不能認定他就是賦水組織 你知道李登輝時代 事實上也對那個錢很有意見 他認為應該拿出來做公益事業 但是他作為十二年的黨主席兼總統兼黨主席 他也沒辦法命令說 賦聯會你們把錢捐出來 所以我覺得搞清楚 是國產還給國家 黨產另外一回事 說實在我覺得反而是包括黨產會 包括廖老師佩芬姐 甚至包括世維兄 甚至家親姐 甚至所有人 甚至連孤元卓雲女士都認為說 查清楚 對 不要不明不白 我們來看看孤元卓雲 在今天 雖然他沒有參加這個 婦聯會的這個大會 但是他的這個關鍵聲明 也在今天發出來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孤元卓雲女士呢 今天說很抱歉 因為他身體不舒服 所以沒辦法出席 可是今天的會很重要 對於中華民國 對於婦聯會 對於蔣壽美玲女士的創慧精神 都非常非常重要 他的意見是什麼呢 第一個 孤元卓雲呢 從頭到尾都反對 婦聯會跟內政部 還有黨產會 做一個不清不楚的和解 那有媒體解讀說 那就是打雷欽的那個臉 不過先不談這個 孤元卓雲女士 從頭到尾都反對簽 行政契約備忘錄 這是一個 那當初為了要跟 所謂的釐清婦聯會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為了公益的目的 所以才跟內政部 黨產會呢 去做協商 可不可以來和解 沒想到呢 內政部跟黨產會 軟頭清潔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進逼 但是呢 完全沒有談到說 婦聯會不是附水組織 所以這時候呢 顧元卓雲女士呢 就有很多很多意見 而且呢 顧元卓雲女士說呢 黨產會用恫 說你如果不同意我的條件呢 我就會在一百零六年 就是去年底呢 十二月二十六號 說你是附水組織 然後錢全部凍結起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對婦聯會 還有所有的會員名譽 造成重大的傷害 黨產會呢 一再對外宣稱說 這是轉型正義的成功 在婦聯會明顯被污名化 成為國民黨附水組織 所以如果婦聯會這時候 再跟內政部簽行政契約的話 就等於什麼 認罪協商 我的病認罪協商啊 所以這婦聯會 超過一半的這個世紀以來的努力呢 全部都付諸流水 這樣不清不楚 不公不義的行政契約 數十年來 顧元卓雲參與婦聯會的會議 我絕對不能接受 那顧元卓雲說呢 他一再主張 婦聯會要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來查賬全面查說 我錢都沒有留到私人的口袋 經得起所有人外界的檢驗 從來沒有婦聯會的這些會員啊 或者是代表啦 或者是主委啦 或是常委啦 這些人呢 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 拿來做私利跟享受 再次強調 顧元卓雲說呢 這是一個攸關婦聯會歷史定位 跟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 他重申呢 婦聯會沒有不當黨產 不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因此婦聯會拒絕 簽這個不清不楚 不公不義的行政契約 我們待會再來談一談 這樣怎麼樣去認定 什麼叫做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不過我們再回顧 這五六十年來 婦聯會成立到現在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他們錢的來源 以及在二零一八年 又該如何認定他現在的身份 來看看 中華婦女反共抗惡聯合總會 特地組織前線烙軍團 來到馬祖 他們送來了電影放映機等 大批慰勞物品 慰勞團在前線工作了五天 他們並且親自和將士們一起 參觀各種武器 然後帶著興奮的情緒回返台北 蔣總統夫人為關懷軍眷生活 於四十五年號召籌建軍眷住宅 共計八千棟 分三批新工 第一批四千棟已於四十六年三月完工 分配軍眷居住 第二批一千棟現已陸續完工 婦聯總會特邀請有關機關代表 自五月二十二日起赴各地驗收 這是驗收澎湖新村的情形 這座新村共計眷舍五十棟 既有廳卧房各一間 除廁水電聚全 另外在恒春花蓮桃原等地 也都分別建有軍眷住宅 軍眷們受惠不遣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主任委員 蔣總統夫人在婦聯會如牧堂 接受美國聖家公司 贈給婦聯會的縫紋機一百架 並對此國際友情深表謝意 婦聯會是替戰士和軍艦謀福利的機構 幾年來工作極有成績 蔣夫人為仇謝參加婦聯會 金馬前線勞軍團的工作人員 特地在台北婦聯總會舉行茶會 親自立臨與參加茶會的 勞軍婦女們一一含笑握手 並和她們合影留念 同時華興育兒院的男女孤兒代表二十多人 特地穿著曾經蔣夫人親自設計的新裝 到婦聯會向夫人致最高的敬禮 這些兒童們環繞在夫人身判 蔣夫人滿臉慈祥地訓問她們的生活情形 並親自分糖果糕餅給個兒童 充滿了人間慈愛 不過有兩點可能要先做說明 第一個這是很珍貴的台影畫面 然後幸好公共電視有這樣子一個所謂的使用的權利 第二個呢我們沒有做任何的所謂的記者的那個報導 也就是說不再去渲染這個東西 就是他影片是什麼 我們把比較重要的剪下來 然後回到重點要請先請教廖老師的一點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來這也都是事實 大概有很難去跟他爭博 婦聯會做什麼呢 蓋眷村照顧軍眷 然後呢照顧這些很弱勢的這些姑虎的姑娘 然後呢去做那個婦女的一些發展的工作 因此其實很多人對婦聯會印象不像 不好意思啊 對國民黨那麼差啦 不像對救國團或者是對民眾服務社 有比較負面的印象 對婦聯會還算肯定 如何去認定他就是所謂的比較負面的國民黨附水組織 我先問一個問題 請說你完全相信他所說的嗎 不能叫完全相信 一九六零年代政府的宣傳片嗎 不能完全相信 一九八零年代政府的宣傳片嗎 至少他的任務 是這樣子 他宣稱的任務 他自我宣稱的任務 他有照顧軍眷 蓋眷村 照顧孤兒 等等的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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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然後建立了華新的系統 這個是他宣稱的 這個我必須要回到我剛才所說的那句話 你完全相信 在一九六年代一九八年代 這個總宣傳片嗎 我可以理解公司沒有任何一刀 可是他本來就是一個宣傳片 當然 他本來就是一個宣傳片 我沒有辦法完全相信 他是事實 第二個假設就算他是事實 他是基於多少成本 以及政黨跟國家的資金 轉換之後所帶出來的部分的成果而已 不管他是蓋的 是繞軍 是蓋眷村 或者是照顧孤兒等等的 這些是動用了多少 吸取了多少國家的資金 整個稅金強制徵收的稅收之後 所動用的 結果他花了照顧多少人 這過程是誰決定 如何分配 如何新建如何支出 是否還有多少錢是沒有支出 不然為什麼複聯會即使到現在 我們所統計計算還有三百多億 這整個邏輯我認為是不通的 他很顯然的是一個政治的附屬的結構嘛 屬於蔣宋美林的支賣 因為他作為第一夫人 不能夠直接介入政治 因此透過這個系統 來作為他的政治運作為我表面上是柔性的 然後作為整個組織 婦女系統的政治脈動嘛 他是這個脈動的方式嘛 那因此他透過強制徵收稅金的基金的方法 給他資金去運作圍幄嘛 因此塑造一個第一夫人非常慈善 非常照顧大家的這個政治形象嘛 可是事實上裡面的東西 你一跳去再都還沒完全離心 我這樣理解那個廖老師的意思 如果我理解錯 我拜託你們立即更正 您的意思就是說 或許你要講說 我們看到那些影片 第一個他是宣傳片 沒有錯 第二個呢 或許 其實應該啦 華興是真的啦 那蓋眷村 蓋那些眷村也是真的 然後呢 照顧一些孤兒呢 也是真的 但他從國家 不管是說 繞軍捐也好 我們剛剛也看到說 國外的捐款 也是直接捐軌婦聯會 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都是國家的概念 跟正當性 才能夠讓婦聯會 有那麼多的資產 其實今天很簡單 幫我列進一下 他的資產 全部都是因為 婦聯會的資金 而蓋的嗎 是 這就是我現在要問的問題 這是嗎 他大可以舉出說 我們國報部 跟退府會 那這幾十年是在做什麼呢 對 我們幾千 我們這個上千億的 目前為止 如果包括不動產在內 是上千億的 這個所謂 婦聯會的資產 他如果可以舉得出 真實是因為有民間 或者海外的這些 慈善團體捐給他 他就拿出證據來 說我這幾千億 都是這樣來的 然後我幾千億 從國家拿來的 我通通花在眷村了 我通通拿去蓋 這個復健中心了 我通通拿去蓋 這個 關鍵還是說 他們多的錢 到底是拿起來的 用到哪裡去 一千億的資 他從一千億的繞軍捐 國民黨轉播款 政府補助款上千億 然後我拿三百億出來做 我七百億留下來自己用 這就是今天的結果嘛 所以他沒有辦法兩手一攤 告訴我們這些帳 我們之前不是一直在 其實包括黨產會之前 進行相關調查的時候 不是也給婦聯會好多次 聽證會的機會嗎 就是希望說 那你把你的帳攤開來 給我們大家看 過去政府補助的 政府不是今天才成立啊 中華民國已經是一百零七年了 這個建構這樣的政府 有這麼多的龐大的部會 部會也都有相關的預算 但蔣介石來到臺灣的時候 居然還可以弄一筆私房錢 給第一夫人愛怎麼玩 就怎麼玩 這有國家的法律嗎 今天如果說他不是國家的 政黨的附水組織 那他就是某個獨裁者的附水組織啊 那這獨裁者的附水組織 他是怎麼樣產生的 他的資金來自哪裡 全部都國家的嘛 那你今天交給國家 不是理所當然而已嗎 所以如果不是的部分 請你把他 我還是可以保持一個客觀的態度說 有有有 確實有海外的人 你有去募款 因為畢竟蔣宋美齡 他在美國出生長大 他擁有美國籍 他也有一些外籍友人 這我都不否認 但是那些人家捐助進來的 你可以把它列舉出來嗎 說我收了多少錢 所以對不起 我拿是來自於你國家的繞軍圈 我來自於你國家的補助 我來自於你國民黨的補助的部分 我通通把他用在工的部分了 我現在剩下台有上千億資產 是因為我真厲害 我去募來的 你講得出來嗎 你講得出來我就聽嘛 所以蘇維兄 關鍵還是在錢哪裡來 跑哪裡去 我還是講 你民進黨一再的醜化他們 好啦 他們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 我剛剛就講 你民進黨在哪裡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多麼的一個監貴 不能講那時候黨禁也不能成立 是沒有錯啊 可是信聰 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你六七十年 你把它指定為講說 你就是黨產 你就是付水組織 你要舉證出來 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的錢來龍去 六七十年 好啦 那你現在講說請他 我說你有罪 然後你要證明你沒有罪 我就沒有犯罪 你一直講我有罪 我還要去找學生 我沒有犯罪的一個事實 那今天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講回歸以法論法 如果他全部都是不公不義 那為什麼三十多三百多億 你還要讓他留三十多億 你跟老百姓講啊真相啊 就如同你剛剛家親負面書 你所舉的啊 復聯會過去怎麼樣子的一個不公不義 甚至於剛剛廖老師所說的 那個不樂之圈怎麼樣子 你還原嘛 你既然成立黨產處理委員會 你既然要轉型正義 你既然要有促轉條例 你把它還原 既然是不公不義 那我講 連三塊你都不應該留 你為什麼三百多億 投降數一半 然後那些真相 就不用告訴大家了 就他就 他就合法了 那剩下的三十多億 就合法了嗎 對不對 你這樣子告訴我們老百姓 我聽不下去 你一方面又要轉型正義 一方面又講說他不公不義 然後你又讓他留十分之一 然後那三十多億就可以合法 那我請問我剛剛就舉例了 那以後是不是大家犯罪 都能夠跟你政府投降數一半 然後以後我全部都一筆勾銷 不是這樣子 我必須要講 時工背景不一樣 他或許沒有功勞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苦勞 我也同意剛剛廖老師講 那個時候 國共還在敵對的狀況 當然要做一些宣傳的一些手法 只報喜不報憂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子能夠 大家 你現在民主法治的一個時代 看過去威權體制的時代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過去什麼都不合理 好了 那如果你要讓他合理 現在我們是民主法治的時代 我們不能夠用過去那種威權體制 講說我說你是覆水組織 你就是覆水組織 你不簽的話 我明天就開歷史委員會 把你認定 四五兄我換個角度請教你 因為我們現在會對國民黨覆水組織 有很多負面的這些評價 我們如果先不談這個負面的概念 我們就是說如果複聯會 這五六十年來所有的資產 都是來自於公共國家為國為民 他的支出也是為國為民公共國家 他現在剩下三四百億 好了四五百億的這些資產 回到國家為何不可能 為何抵抗呢 我舉個例喔 我舉個例 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國民黨的黨產有挹注 他去成立了金援廠 國民黨那個很清楚是國家的資產 不是嘛 你今天當時國民黨的黨產 也有去意義注 也有去投資嘛 你不能後悔的時候而已 你投資的部分 你投資的部分你有股幣嘛 你鼓勵也在你手上嘛 你不要亂點 是民間企業 我要舉例一個例子是什麼 你今天不能夠講說一個人民團體 如果說國民黨去給他捐助 然後甚至於講說政府給他捐助 他就是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不要用這一個他有黨員的一個身分 或者是他跟國民黨比較親近 然後那個時候一黨獨大 他就畫上等號 他就是黨產 對不對 你應該要去調查原委嘛 好 那我舉例啦 如果今天國民黨的一個黨產 我們爭取了 好 我們回復了 不公不義的我們捐了 然後剩下的我們是正確的 好 我捐助一個人民團體 那你是不是經過十年二十年之後 好啦 那你再清算一直講說 過去國民黨有跟你捐 那你也是黨產 不能夠這樣子講的啦 是不是負責值之前 已經吵了好幾個月之後 我相信還會再談很久很久 不過我們來看看整理一下大家的不同意見 到底復聯會是不是國民黨覆水組織呢 錢從哪裡來 中華大學的副教授曾建元說 早期財源就是落軍捐 防衛捐 這是國家用強制的行政手段 真的稅捐 當然就是屬於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不過復聯會的律師他說呢 這個落軍捐的性質不是稅捐 也不是政府的經費 更不是政黨的經費 而是民捐的捐款 不過這個可能就堅能堅持啦 就是這個是強制的不樂之捐這樣子 蔣宋美齡的地位在復聯會 到底是什麼呢 黨場會的報告是說 蔣宋美齡兼任國民黨婦女工作指導會議 復聯會最高領導人 復聯會委員等等這些人士呢 都是蔣宋美齡一個人說得算 蔣宋美齡 復聯會國民黨牽扯起來 但考選部前部長呢 董寶成他說蔣宋美齡 雖然是婦女會的榮譽會長 可是副指揮呢 指導 副指揮指導長 跟副聯會主委呢 可是蔣宋美齡說 這三個團體喔 不要重複 劃開來 彼此獨立 那黨國交易這部分呢 台大歷史系的花一芬花老師說呢 戒嚴時代要蓋軍設 照顧遺孤 是為了鞏固國民黨的政權 不必然是為了國教 女學生則棉紗布來服務 無形中灌輸進軍的黨國教育 但副聯會律師他說呢 當時要反攻大陸 副聯會做的就是保家衛國 不是為了國民黨而存在 編芬姐我想這個爭執 還會吵很久很久 我們有辦法一刀切嗎 我覺得很多東西 事實上是可以 可以考慮的 就是說他這邊講戒嚴時代 這個軍事也好 照顧遺孤也好 是為了鞏固國民黨政權 當然是 救國團成立 是不是為了鞏固國民黨政權 當然是 因為在大陸淪陷的時候 大陸丟掉的時候 學生運動 然後這些文宣也好 婦女也好 所以到了台灣以後 他們才會有切身的感覺 成立救國團 才會有那個學生的那個 寒假的那些活動 所以你說當年黨國不分的時代 確實是這樣 他如果不是為了鞏固政權 他幹嘛去做這些 去照顧這些遺孤 你知道像傅達人他們的身份證上 他的母親男就是講宋美玲 因為那些都是遺孤 所以你說華新系統也好 什麼也好 那剛剛教授有講到說 這些都是宣傳片 但是到今天為止 還是有很多受益者存在 你知道曾經這個為了這個 黨產會也曾經辦過幾次公廳會 事實上也有很多住過眷社的人 或者那些人站出來 當然早年大家說 國防部在幹什麼 輔導會在幹嘛 輔導會做的事 不是在蓋眷社 是照顧這些過來的這些融眷 他們的保險啊 那個退府之類 那婦聯會曾經為了養女 當年日治時代有養女制度 把這些養女找出來 然後交給他們一些手工藝 然後幫他們找對象 因為當初大陸來很多 事實上是一些單身的一些軍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就是說 媽媽是本省人 爸爸是外省人的這些 都有很多就是說 今年的第二代第三代 就是當年婦聯會促成的 所以呂景花就是養女之花 那你說在眷社旁邊一些幼稚園 坐著小板凳在那邊上課 那個不是宣傳啊 那就是曾經有那樣經過 我覺得就是說 在五十年代 你不能用那個時候的經濟情況 社會情況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當年的眷社 現在都是精華地帶 但是當年是荒郊野外 是 你這個不能否認 當然我自己沒有住過眷社 但是我看過眷村的生活 信聰 信聰 對不起 那個裴芬傑講的那段歷史 有他不同的詮釋 我可以尊重 但我必須要說 複聯會就作為一個NPO 非營利組織 他居然留下這麼多錢 這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他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他是幫忙執行了 這些照顧的任務 他應該後期還會有很多人 一直在捐錢給他 而不是靠這種強制的方式 第二個 既然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登記的法人團體 是不是每年要進行會計財稅申報 我自己來自於民間團體 我做過很多年工作 我每年都要去固定 請會計師做財會報告啊 請問一下複聯會有做嗎 不過不管之後 那複聯會沒有做以後 複聯會沒有做以後 複聯會就算 複聯會是一回事 但是內政部 就他主管的權限 他要求他提出帳策的時候 複聯會用什麼態度 拒絕提供 全中華民國哪一個組織 有這麼大牌 可以說我拒絕提供查帳 然後他又不交 這個會計的這個報表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內政部是有權限 我也看過非常多團體 是被解散的 對不起 解散以後這些資金 就是叫做充公 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國家的 國家的 不管黨產會怎麼認定 總之複聯會的帳戶 是一定要查個清楚 全面公開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廖老師 接下來一定是走到所謂的 行政法院這一塊 政府站得住腳嗎 因為我必須說 我先練一段話 就是法律所規定什麼叫 不當取得財產 他是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 或其他備於民主法制原則之方式 指自己或其附水組織 取得之財產 這才是我們所稱的 法律所稱的 不當取得財產 也就是說政黨他本身 或者是說他他的附手解釋 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的民主法制的方式 如果把這個釐清了這個定義以後 你大概就算去看復聯會嘛 復聯會他可能取得是什麼 什麼樣取得財產 他是在從一九五零年開始以後 由黨國一體的組織的模式 透過政黨跟政府 然後強制的徵收的稅捐 而取得他的這個財產吧 當然或許他有其他的財產來源 可是這個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財產來源 這是一個符合民主法制的方法 而取得財產嗎 對不對 那更加我們當然可以知道 當時的歷史的背景的一個狀況嘛 他其實是一個整個統治機器的一部分嘛 我用違背了法制的方式 給予這些錢 因此有蔣宋美林主導 他去做某一些事情 然後來塑造 我是國家溫柔的母親 的形象 不過我照顧孤兒 我照顧其他的倦母孫的門名等等 而這些本來是應該國家要做的事情 或者說國家應該透過正常管道 去做的一個事情 透過這個是政治運作吧 那同他可以說我說 我們可以講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講一個問題 1970年代 在台北東區有個地方叫做愛迪亞 Ideahouse 這個地方號稱是台北第一代的Lifehouse 本集閃亮的年代 Yesterday Once More 就邀請到導演鄧安寧 音樂人黃柏 鋼鐵大叔黃仲坤 重回愛迪亞的歲月 寥寥唱唱當時他們代表的作品 在高峰深谷間留下耀眼的繽紛色彩 法國知名空拍攝影區 楊雅組背頭 最新紀錄片作品 看見摩洛哥 發現摩洛哥多元交織的歷史面貌 看見美好的自然與人文顯觀 看見摩洛哥 4K超高畫質完整版 公視家線上收看 百元折駕卷 再再再再加碼送神秘小禮物 這麼厚康都在公視網路商城 趕快來把你喜歡的DVD 統統搬回家吧 跟我們一起去吧 歐洲華冰好手 一較高下的華麗殿堂 男子單人 女子單人 雙人華冰 冰上無曲 2018歐洲花式華冰景標賽 盡情鎖定公視三台 enfants 父親 摩洛哥 sir 桃